冰点脱毛呢 它其实是激光脱毛的一种方式 通常来说 因为它是基于一个选择性的光热作用 就好比我们那个 你子弹定点打靶 你打的靶心 对其他部位是没有损害和没有影响的 因此呢 冰点脱毛呢 你只要能量得当 那么在一个尊心一个正规的这种治疗 它是对人体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任何激光设备 为什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是常常要求 我们是每次都要求 每一个来脱毛的患者 我们都要给他戴上眼罩 很多就说 我在外面脱毛 我都没有戴 为什么你们要戴呢 我们要了解 激光如果直接照射到眼睛的话 会对眼底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你的视力这种下降以后是不可逆的 因此呢 我们要保护好 既要保护好患者 也要保护好自己 戴眼罩是必须的 当然你很多都是闭眼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现在冰点模式的脱毛 让你的舒适程度大大增加 那么在脱毛过程当中 它没有异常的感受 因此呢 你可能脱毛以后觉得很舒适 有时候又在说话呀等等 你可能会忘掉 有可能中途会睁眼 那么如果在治疗的时候 这个激光头正好对到你的眼睛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不可能的损伤 因此呢 遵循一个正规的脱毛的程序 是很重要的 不要觉得我们觉得 平时它影响不大 好像就把它疏忽了 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使用的能量得当呢 其实是不会出现大的并发症 当然也有极少数病人 它的能量过大 它可能出现局部一些红包 射程或者水泡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随着这个脱毛这个仪器的